Hello,大家好,我是Canton Android的小強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另一個Launcher 這個Launcher叫做SSLauncher 其實在Play Store裡都有很多Launcher,起碼有20-30種以上 其實都要自己試過才知道哪個真的適合自己 我接下來的影片都會介紹一些比較有名的和比較多人用的Launcher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要訂閱我的頻道,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好,就開始講這隻SSLauncher 我現在就用了NovaLauncher,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進去之後,來回這裡,這裡有Home Screen 首先講一下設計,有一個Home Screen 這裡有一個可以讓你擺放你經常使用的Application 這裡就是你的電話裡面全部Application 這樣掃進去,這樣看 之後就有你的Contact List 即是你的電話簿裡面的人 以及你自己的Browser裡面的Bookmark 這個就是Devil,即是預設的 其實我剛才給你看的都是預設的設定 譬如你不想要那幾個版的話,你可以按這裡 然後它就會出來了,你剛才那幾個版的東西 譬如我不想要Bookmark的,你就可以按這個垃圾桶 它就會把它取消掉了 或者你想加新版的東西上去,就打個名字這樣 這樣,然後按OK 然後呢,我本來想打個名字的 看不到,全錯字 剛才那一版呢,你可以按住這個 這樣就將它移上去 譬如你想去第一版的,這樣呢 就推上去第一版那裡 之後呢,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每一版都可以讓你設定不同的Wallpaper 你按這裡就可以設定了 又或者你出到它,這樣按住它 這樣呢,接著Wallpaper就可以設定Wallpaper了 然後呢,你們就說,哦,就是這樣 可以加幾個版上去 哇,這個Launcher很悶 那其實呢,就不是那麼簡單的 這個Launcher還有很多東西要玩的 那就給個例子 譬如我想把Homescreen弄好一點的 不想這樣 那呢,我想加一些Icon 加一些Shortcut上去 按住這個先 那就推過這邊 然後放在Homescreen上 那放在Homescreen那裡 就有很多東西給你選擇的 那這裡它就會說 你想將一個Icon 將一些字形 怎樣設定 或者想不想有背景色 那譬如這個的話 你將十幾個Icon 放在一起 就好像Windows 8那樣 就會一格格一格格 很漂亮的 那或者有些Typography的東西 弄到不同的字形 弄到它更漂亮的 那譬如我先選擇這個 這樣它就會讓你在這裡設定 你想在哪裏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很仔細的 它會告訴你 你放在這裏 畫一條線就會在這兩個中間 這樣 那之後我選擇了之後 按出來 這樣就會出來 那你就可以再深入一點 按Edit 然後進去裡面 設定它的背景色 設定它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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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把它弄得更漂亮 那我自己就沒有什麼藝術天分 那還有呢 就沒有那麼好心機 逐個App 這樣幫它排名它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上網下載一些畫面了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詳細的下一個影片再說 那我現在就讓你看看 下載了一些畫面 大概是怎樣 那我現在下載了畫面了 其實這個畫面是淺藍色的 不過我的相機的white balance 就無法檢測 所以就好像很光亮 那之後呢 下載了畫面之後 還沒完 那你就可以再下載了 那這個畫面 它這個畫面是預設了的 那這些是人家自己做的 那這樣呢 Apply了之後呢 就會更漂亮了 那這個就是你的Home Screen Application Context 一樣的 那這些呢 全部在網上下載可以免費的 那這裡是Dropbox Whatsapp 還有告訴你 有些錯誤 那你一樣 照舊你可以自己加些東西上去的 那這個做法就是 就是你的App的Icon 再加一個Background Color 那這樣搞到它好像Windows 8 那樣啦 還有更整齊一點 好了 那這個影片呢 就比較長了一點 那 但是大概都說了 SSLauncher 有什麼分別的 和其他Launcher 那 對 那下個影片就會教大家 如何下載一些畫面 以及如何設定畫面 那就記住留意 如果你對這個SSLauncher有興趣的話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話 就麻煩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那 對 下次見 拜拜